为了实现去年答应社工唱歌的承诺 面对台下每个人的阴阴期盼 市长陈其迈拿起麦克风 隐行高歌 只唱一首哪里能让所有的社工满意 纳英的梦一场成了市长的压轴曲目 开玩笑向其他五都的市长喊话 看谁才是真正的歌王 为了感谢参与茶会的所有社工 特别是在陈中城火灾之后 社工的全力付出 平常硬硬硬的市长陈其迈 展现了十足的亲和力 还笑声不断 要团结一致 发挥你们的影响力 假如有人说我的歌唱得不好 你一定要强力的反驳 今年高市共有十七位社工人员 获得卫福部的肯定 在四月二号社工日的前夕 高市社会局也特别举办茶叙 来慰绕这群辛苦的母后英雄 市长陈其迈到场之后更是笑声不断 也足够证明 高雄市的志工们的确优秀 不管去哪里都带着欢乐与疗愈的光环 感染所有在座的人 我们告诉了社工最可爱 讲话最实在 记者江光沛高雄报道 和声瑰 两个停车